英文消息 我们带您关心的是 新北市淡水国小美术班 从4月1号到4月24号 即将在淡水艺文中心 举办了毕业作品成果展览 而且现场展出的美术班 同学创作有100多件作品 除了画作 还包括了很多立体素材 而且每一件作品 都充满了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 淡水国小美术班 每年都会在六年级毕业前 举办一场毕业成果展 而今年从4月1号开始 到4月24号 在淡水艺文中心 举办一场主题为 大家一起来 毕业作品成果展 现场展出淡水国小美术班 过去所创作 共170多件的作品 当中不只是有画作 还有许多立体素材 在学生的创作之下 完成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品 相当特别 这次我们美术班的作品 真的非常多元 除了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 这样的一个书跟画 那么其实还有很多一个立体的一个 装置的一个艺术 那真的非常多元 也真的谢谢我们美术班的团队 然后带着我们孩子 用手作 然后去创作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看这样的一个作品 美术班的学生利用上一次的招会 在全校学生面前展现出音乐的表演 校长表示这一次所展出的内容 包括了淡水国小美术班 第二十三届十一位的学生毕业创作 类别包含了彩画 压克力 有彩画 版画 平面设计 立体创作 还有纸雕创作 更特别的是结合了数位 创作了翻页动画等等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用学生的艺术创作来对抗疫情 这是我的作品 它的名字叫做《巧克力舞》 因为我一开始想说 用咖啡色的颜色涂上去 结果变成 涂完之后变成 看起来有点像巧克力 这张是一开始 刚上美术班的时候画的 这代表我在学校的样子 跟平常生活这种样子 这张是现在画的个人照 然后它表现的是我的个性 跟我平常的兴趣 希望带给大家可以读美术班 让美术班有更多的人可以参加 就是平常的生活压力有点大 因此就想要用这幅画 来表达我的情绪 然后这个是因为好不容易要毕业了 所以非常的开心 也是想要表现在这幅 后面的背景会是深色 是因为为了要称作前面的亮色 校长表示 淡水锅烧美术班 伸展孩子的艺术领域触角 培育美感素养 从中建立自信 与探索自我潜伦为目标 在课程设计上面 除了基本的视觉艺术 以及立体创作之外 也特别强调材质 还有体验肢体开发 这一次在展览当中 可以看到孩子的绘画作品 天马行空的想象 也可以看到孩子以多眉材 来尝试建构立体作品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探索 孩子的艺术世界 记得许多安一 待会许赛访报道